千鋒公共電視 歡迎你收看千鋒公共電視的藝術台 我是李祖英 我們這個藝術台 在前面有跟大家介紹一些藝術家和藝術品 今天我們有準備這個藝術是九殼的九色 入宿這款的東西 帶我們來大家來食材一些 我們外途的時候的麵材 不一樣的麵材 我們早上說 我們如果外出的藝術時 藝術都會帶我們去看世界不一樣的美術館 去尋陷 這些不一樣的藝術家和藝術品 我們看到很多不一樣的麵材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些不一樣的麵材 我們知道這個人生說藝術不是藝 說藝術不是藝 總之我們要換給它很有食材 我們也要把它換給它很有食材 如果不這樣我們就很無材 今天是我們要為這麵材 我們這麵材合作藝術的彩繪教室 我們大家先來跟大家三個 來認罷這個味道的麵材 我們從這個拼圍開始 拼圍有很多不一樣的用在圍的材料 就是說有用藝術去做的 用藝術去圍的這個拼圍 在這裡是用個不一樣的 我們說是淡的這個拼圍 或者Fresco 還是說乾的拼圍 有人以來的說是Aceco 我們英語說Fresco Seco 還有一種是軟柴圍 軟啦 它的材料裡面有放軟人 也叫做Egg Tempera 我們現在來看我們的拼圍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 他還去過 你還去過Assisting教堂 去看米卡朗基羅的拼圍 他這個拼圍就是 淡的拼圍 頭上那張就是阿董下我 阿董那張就是 圣經的故事創世紀 就是創世紀這本故事 再來就是 他這個為阿董 把他的拼圍 這個拼圍 我們有看到他一條一條 我們知道拼圍是很廣 他經常要用到陰架 睡在陰架頭上 有時候尾到他的褲子 他沒辦法躺起來 有時候會黏著他的褲子 實在是非常辛苦 我們再看後面一張 這張就是 圣經的故事裡面 卡死了 就是圣經的最尾的 日本的故事 在台灣 我們有一位 外道家 可能有很多 在台灣的東鄉 他有知道這個名字 叫丹堅雄 新生 他也是一個教授 他是 修台研究 美術研究所的教授 他是我們台灣人裡面 算是 拼圍研究最多的 最多的 透徹 我們如果回到台灣 是可以去國家 他們聽到 你在那裡可以看到 這百度 我們再來要介紹的 就是籤磁 籤磁我們說是Mosaic Mosaic它的材料 有用到褒雷 就是褒雷角 是說用過 Ceramic 這個磁器的角 還有角 我的意思是說 一塊一塊 小塊 小塊的角 還有就是說 它有多金蚊 金蚊 把它收起 所以它會金四十 我們看到下面這張 它就是第一 第二世紀拜占庭的Mosaic 我們有看到 它的背後 這個人物的背後 後面金一金 那就是 都是用金箔 去把它收起來 打起來的Mosaic 再來我們說到 千玻璃 我們說 拆散玻璃 也可以說是 Stained glass Stained glass 它有 說起來 台海說起來有三種 比較普遍的書用的方法 怎樣去做起來 第一種就是用過棚蚊 棚蚊 我們說是 比較古早的用法 還是說它比較 比較優秀 做起來會比較漂亮 它如果做比較大篇的時候 像我們看普通 我們在 像你去 去帝國看這個 Kerong 這間大間的 會搞長 還是說去 巴黎 巴黎 我們看到這種 彩色玻璃 他們 古早差不多都用這種方式去做 我們看到那裡有 那個 煩一煩一煩一煩 在那個 下一個 一條一條 彩色玻璃 煩一煩 那就是 Iron Bar 他要去幫他 支援 那個布雷 他才不會 摀去 我們 我們又回來看頭前 那就是布雷針 第二種布雷針 布雷針 它是布雷 它的外面 用過我們的 Cement 去把它燒起來 那是很厚 差不多一厚厚 他們以前就是用 做 像一個 穿襪 那種方式 就這樣把它 蓋到 蓋到 蓋到的 那個 牆面 就是那裡 十二世紀 算是 九個 對建築界的 一個 很大的 偉大 的 性格 它主要 這個彩色玻璃 就是要採光 因為 拜登很大 所以他們需要這個採光 還有一種就是 現在比較在做的東西 就是用過這個圓 圓 圓 兩邊旁邊有一個草 它的布雷就把它放在那個中 因為這樣做起來比較快 它的 工作時間會比較快 那是現在 比較有在做的東西 我們看得清楚 就是說 這張圖 是我以前 還幾年前做的 彩色 不過我們看一條一條 那個就是 用過我們剛才說的銅箔 把它黏起來 再來我們說 彈彩畫 我們剛才有說到 在說壁畫的時候 彈彩畫 這個彈彩畫 它有兩種 那裡有兩種 一個是 這種是 Ab Tempera 一種是 ケッチン 它是 是 是 牡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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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第一種就是 他用過 兩人 那 第二種 就是 用過 兩臉 那這兩種 這兩種 它都是 很好的 這個 我們說 在畫圖的時候 是 會 很好的 打底 也有人用這個拿去 我們剛才有說拿去做筆劃 他的一個比較不好的地方就是 有時候湯會去吃 因為他是多兩人還是多兩跌 所以像這個蟑螂 或是以外這些小湯會去咬 所以他會壞壞去 我們現在看到這張圖 他是第一世紀、第二世紀拜占庭的兩才圍 還保持得非常漂亮 再來我們說到六圍 剛才在介紹八圍時我們有說到六圍 六圍說起來 這是已經一千年前的很古早的蟑螂 和這個圍法 他就是要把蟑螂 如果冷氣他就會結定 如果燒的時候他就燃氣 我們普通就是把蟑螂加在蟑螂 然後他就要把蟑螂加在裡面去咬 照說六圍應該是古早的 很好的保存的蟑螂 這個圍法 他現在的顏料就是比較讓人比較方便 不必說你自己再去蟑螂加在蟑螂加在裡面 你可以去買蟑磚 顏料的蟑磚 這樣你就可以開始用 就是放在小小的一個蟑螂頭上 保持的溫度 然後你就可以用筆去蟑螂 因為傳統來說就是蟑螂 因為現在大家比較感受蟑螂 所以有出來這個可以激水 激水的時候看到有時候比較沒有光澤 你比較沒有看到那個 你的感覺就是比較沒有太油的 還有一種就是 蟑螂紙 就是像一支大支的顏料筆 你可以用那下去 握起來的時候 它不用再加油 所以有時候 一些不加油的人 他就覺得比較方便 也覺得比較環保 握起來的時候 含油的顏料很少 就是說它會濺濺在那裡 你要等到它乾 你知道嗎 它就開始繼續下去 這張就是我經常在說 這張…這是油法 就是說張藝雄老師 他把我鼓勵那張圖 他很愛那張圖 再來這張圖是比較最近的圖圖 就是在握的 這也是油握 就是握這個蟑螂在握 在天使的時候 它這個動作跟這個速度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人家沒有多久以前 這個圖圖是 差不多到南家酒這裡 這個盛產時期 朋友讓我把它握出來 這也是油握 總是用壓克力去打底 再來我們說的粉彩 Pastel Pastel 通常我們有兩種 一種就是油性的 一種就是比較粉質 這兩種在握的時候 你都要一方面 噴膠水 讓它可以黏下去 你才可以再握下去 總之如果握太久的時候 握太多 它可能會握不上去 就是沒辦法再握上去 它沒有一個程度 我們現在來看 印象牌後期 在印象牌比較後面的 一個尾巴 Degas 它會有很多跳芭蕾舞的場景 這個芭蕾舞女 它這段度還保持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粉彩 實際上它這個材料 如何相當可以保存的東西 再來我們說到水墨畫 水墨畫通常是黑白或是食材 我們來看我們的 一個前輩畫家 林玉山高修 它是蘇台高修 它這是很年輕的時 大概二十幾歲 它就入選了一個絕片 還有一個它比較 也是有色彩 總是有稍微看比較淡色 比較薄 再來我們說到亞克力 亞克力 亞克力是比較屬於水性的這個食料 我們說acrylic 你若是沒有把他劑水在畫的時候 他畫起來 你會感覺就是很像油的 你若是把他劑水的比較薄 他看起來像是水菜 那如果賣那麼多水 不要那麼薄 就像種菜畫 這樣 這是我最近的圖 裡面用亞克力的 但是還有一些絲膏布 讓他有像3D的感覺 像有些質感在頭上 再來我們說到板畫 板畫 通常來說它大概有圖板畫 有空板、平板、凹板 他用不一樣的東西 下去印的是他的感覺 不一樣 他可以用木板板畫 或是銅板的油印 或是卷印 或是用九板、金銷 或是凹板 就是銅板去牽絲 石板畫 你看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台美人裡面 我們台灣人裡面也是很出名 他來來去去 他叫廖修平教授 這是他的板畫 他為那個是門神 我們現在說到水彩 水彩 水彩 水彩說起來 他大概可以分成兩種的圖法 就是透明還是沒有透明 我們現在來看 就是我們前輩的尾家 藍印鼎先生 他為這個壁壇的風景 我們看這個就是 比較淡彩畫 你可以透明畫畫 透明 你要看他的色到色 可以這樣打過 比較透明的畫畫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在以前的地方 那些藍色 藍色 他們在水膏邊洗衣 為了很生動 再來我們看一張 這是李澤潘教授 這是我的老師 他為我們比到頭前 那就是不太一樣 他會的手提比較仲裁畫 他也是李遠哲 補修的爸爸 有時候他也會 會氣功去為一些 比較抽象畫 我們來看就說 看起來怎麼穿手 看 用不太優化的那個感覺 不過 他比較沒有優化的這個光澤 他屬於這個仲裁 不透明 我們再看一看 再比較一個 就是 這是賴舞上的 他現在 在台灣他也是很有名 他有的就是 比較熟透明的這個畫畫 我們看就不一樣了 再來我們來說就是 甲菜圍 焦彩畫 甲菜圍這個名字 經過很久 就是林志祖先生 他很出力很打招 一直來提供這個名字 他說油味加油 所以 色料加油 所以我們說油味 水菜 我們的膠菜圍 因為我們加水 所以給它水菜 我們的膠菜圍 因為 就是這些控酒粉 它把它抹好 它把它抹好 它把它沾在 我們把它煮好 讓它用去的這個膠裡面 他說這樣把它加菜圍 是不是很適合 所以在1977年 就是 中魚 就是這個葛菜圍的名稱 就這樣固定 它是屬於 融於水 可以用在水 比較水性的 不透明的色料 我們來看 林志祖先生的作品 我們看起來 它就是不透明 總是非常乾淨 這就是葛菜圍 我們看起來 非常不一樣 再來 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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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漆化的用料 或者說它差不多 已經六七千年了 它的發源地應該是中古 后来日本人有给他发展得很好学 然后跟台湾的时候 台湾是日本来做殖民地的时候 他发现台湾可以做这个七宿 做得很好学 所以台湾在台湾做七宿 然后他就开始提供这个七化 所以有很多台湾人他也学到这个技术 这点是用到七化 头上有黏 我们看金金的所在就是有黏这个铁铁 这两张都是台湾一个 比较自清的七化的画家 一种是柳条汁去烧的一种是定条 就是威乐或是软件 他去烧 烧做一支我今天不去吃了 用这个 通常就是用柳条去烧的 会烧得更完整 所以比較多人會用柳條汁去燒 因為這樣比較軟才可以圍得比較好色 這是碳化 我們看到碳化的表現 這比較嚇死 我們再看一張 一樣是碳化 但是我們也可以圍得變成抽象 這也用石膏像去圍 轉化變成抽象的彈化 再來我們看到 U色就是彩色的圓筆 也是有人用這種彩色的圓筆 我們台灣人的第一顆太空報酬 柯維林報酬 他很厲害用彩色鉛筆 他為這個圓筆 就是跟他們爸爸的一個鐵道的故事集 他們爸爸經過審問中 他鐵道的故事集 他裡面的插筆 都用過圓筆 他都是為我們的火車 古早的火車 他有幾個台 他都被曬過 他說那個機關車 我沒什麼清楚 這裡還有一台 這都用過圓筆 師匠也很會有水彩 再來就是那個 我們常常在 像說在樓梨的壁頭上 會看到一些 人用過噴的 噴的那種土 有時候他們噴的那裡 有的看就不錯 但是就是說 他噴了暖七八糟 是變成一個 像把壁撞掉 把壁撞掉掉 他們如果是好洗好洗去把壁 應該是用了一個 很好的圍杜的方法 才對 OK 我們今天這個課 就是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如果要看更多 像說我有寫一些文獎 在我的部落格 你可以在部落格上去查詢 可以看到 南米漾.blogspot.com 今天我們跟這裡做一個結束 大家收看 ängt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